欢迎收看文倩的世界周报 我们常常在回顾历史 谈1989年的柏林围墙 谈1991年的苏联解体 谈2008年的金融海啸 谈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 当时我们看着这些历史事件 一个一个发生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历史事件 它所代表的含义 直到多年以后 我们才逐渐明白 而现在我们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很可能过一段时间 所有的人才逐渐明白 这个世界已经永远的被改变了 因为这一次很像 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冷战的行程 也很像1989年的柏林围墙倒塌 它预示着一个 所有国际新秩序的重整 这个新秩序的重整时间 从2018、19川普的后期开始慢慢形成 当时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第一个 喊出了新冷战 当他们喊出新冷战的时候 美国主要的敌人对象是中国 可是在美国引起了一番辩论 这和冷战不同 因为冷战是军事的对抗 现在是贸易的对抗 人类不会再重蹈冷战的错误 可是到现在为止 在拜登上台之后 冷战的情况 新冷战所呈现出来 和过去的那场冷战越来越相近 尤其是乌克兰战争之后 本周最重要的新闻之一 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出访 乌兹别克 他到了这里参加了上河组织 我想各位已经从很多媒体看到了上河组织 刚开始呢 他是以中国俄罗斯一些国家中亚所组成的反恐组织 因为他们认为美国 把美国在中东北非的敌人认为恐怖组织 可是把中国境内 俄罗斯境内 中亚境内的恐怖组织 不认为叫恐怖组织 所以他们自己组成了上河组织 可是从上河组织 初期只是几个国家的五方对话 然后慢慢的发展到好几个国家 一个一个加入 到加入伊朗 就形成了一个情势 就是你看到 站队的都是美国的敌人 然后比较亲近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 而他们亲近中俄的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美国把他们当成敌人 大家都需要保护国 所以这个时刻就很像当年的冷战情势 冷战第一个喊出题目的是丘吉尔 那时候人们觉得他话讲得太快 但他真的是一个预言家 之后从寒战开始没有人怀疑冷战 一直到严格来说 1989或者1991的时候才结束 这个时间整个长达大概40多年 而现在我们正是这样一个新冷战 秩序形成的时刻 习近平出席这时的善和组织 而普丁在善和组织的时候 当他发表这样谈话的时刻 也就是说 我和中国建立了某种特殊的 在国际新秩序里头的盟友关系 但在盟友关系里头 我们容许彼此之间有最核心问题的差异 讲完乌克兰问题以后 普丁过去很少来管亚洲的议题 遑论台湾的议题 他马上提到了台湾问题 也就是在台湾的议题里头 他跳出来支持一中原则 支持中国大陆的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认为在台湾问题里头 美国不该挑衅 而同一个时间 美国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有很多报道里头 忽略了外交委员会 就是参议院 事实上是参议院底下的外交委员会 正在操拟一个台湾政策法 这个台湾政策法里头 要全面提升台湾对外代表处的名称 提升到接近大事的地位 换句话说 把台湾列为一个实质上 实体上的一个国家 某个程度就是挑战一种原则 或者变相的 边缘化的打破一种原则 第二个是让台湾加入国际组织 这个也是类似的状况 而且这些国际组织可能是包含 联合国的外围组织 那联合国过去的宪章里头是规定 凡是联合国的成员 才可以拆在外围组织 或者你至少要是观察员等等 所以这个法案一出来的时刻 拜登白宫是保留的 他不同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这一些反华的参议员提出来的法案 他觉得这不符合美国利益 不是说这不符合台湾利益 不符合国际正义 他说不符合美国利益 第一次他阻挡的时间 是Nancy Pelosi 议长要访台之前 这个等于是拜登送给习近平的礼物 接着在最近参议院 要正式外交委员会要审查 通过这个法案之前 台湾非常矚目 然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这个位置呢 其实跟国务卿一样重要的Sullivan 他也表态对这个内容有所保留 他认为这个让美国对台海的政策 对一中原则 对中国的政策 又变成过度的战略清晰 他要求回到战略模糊 这样对美国是最大的利益 最终在各方的游说之下 参议院底下的外交委员会 所通过的台湾政策法 主要的保留的就是军售 还有赠予相当大的军售赠予 其他过去提升台湾国际地位等等 这些条文大多数是被搁置的 而在华府盛传一个重要的一件新闻 这个新闻在美国的报道没有 但是在中国以外 中国当地 新加坡的报道都出现了 就是中国透过驻华大使 已告诉美国的副国务卿 如果最后美国的参议院 不止外交委员会 参议院 中约 美国通过了台湾政策法 那美国跟中国就正式进入 完全外交接近断交 准断交的危机 就是召回驻美大使 同时驱逐美国驻华的大使 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消息 在这些所有的背景之下 包括白宫的保留 国家安全顾问的保留 中国很明白的抗议之下 参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最后通过了法案 现在仍然还是草案 不是正式的法案 目前为止已经删除了 本来外界觉得比较敏感的 就剩下的主要是军售为主 然后接着这个法案 还要再送到参议院全院 到了全院再送到众议院 那很可能在美国总统 拜登他的各种外交委选之下 他不太想让中国跟俄罗斯太靠近 但值得注意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国际新秩序 虽然中国的算盘是 我从俄罗斯这里拿到很便宜的石油跟天然气 而且必要的时候 我们就彼此如果被威胁到一个极端状况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成为联盟 但在目前状况里头 两边有一点点既合作 又不完全站在一起 至少这个兄弟在乌克兰不完全站在一起 可是这个秩序是不是可以按照两个人打的算盘仗 如此延续下去呢 而就美国而言 美国也希望他可以全力现在削弱俄罗斯 在乌克兰的战场里头最近有一些进展 他也希望在乌克兰战场里头的进展里头 可以得到更大的胜利 使他重振美国的声望 重新建立今天美国在外交里头核心的价值 他认为克林顿时代的核心价值 就是赚钱全球化供应链 而只有回到雷根时代的价值 所以他虽然是民主党 他回到雷根时代的价值 就是冷战里头有一个价值 就是西方的价值 那普丁呢也在贩售一个新的价值 就是西方的价值不是真正的价值 而且他突然把自己变成一个欧亚大国 他说亚洲国家的价值 才是全世界未来应该模仿的 过去忽略了亚洲的崛起 也故意打压了亚洲的崛起 他没有说中国 他把日本韩国很多亚洲的国家 包括思想都包含在内 用亚洲来对抗这个西方 这是过去整个俄罗斯很少见的状况 俄罗斯自从彼得大帝之后 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所有要面向欧洲 所以才会有San Petersburg这个城市的建造 但普丁翻转了整个 所有不管从苏联时代 还是俄罗斯帝国时代 整体的世界观 就是我呢 某一个程度远东对我将会非常重要 我要了解欧洲全是我的敌人 然后美国是我的敌人 我要开始拥抱亚洲 在这样的情况里头 中国跟俄罗斯走得非常近 那这个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 美国从1972年 尼克森访问毛泽东 目的就是希望让这两个国家 即使他们相信相同的共产主义 但是彼此之间是有对抗的 可是两个越走越近 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时隔968天后的出访 三天两夜 旋风式地对哈萨克与乌兹别克 两个中亚国家的股市访问 并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 习近平的行程 在西方的新闻叙事里 普遍认为是北京正寻求 与伙伴国家结盟 对抗西方的围独 特别是要从与普丁的会谈中 寻找新冷战东西对抗的主持马迹 然而从北京的角度看 这是习近平迈入第三个执政任期 布局外交一层的起航之旅 这次习近平主席选择哈萨克斯坦 作为首帮国家 我想是有特殊意义的 九年前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的时候 提出了一带一路重要的倡议 哈萨克斯坦就是一带一路的首上之地 哈萨克是一带一路西出手 也是中国投入最多资源的国家之一 九年来累计212美元 共52个项目清单 官方媒体在习近平出访之际 大量回顾中国在当地 成功的基建投资与产能合作 也意在澄清国际上对一带一路的债务疑虑 毕竟这能是中国扩大国际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当西方国家发起全球基建计划 与一带一路对抗时 习近平也插量这块招牌重新出发 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 签署多项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而在习近平抵达下一站乌兹别克前 已在当地媒体发表一篇署名文章 主题能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房屋期间更签下了总额150亿美金的投资与贸易协议 作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东道组 乌兹别克并没有选择在首都塔斯干 而是过去古斯路的历史名城萨马尔汉 除了展现与一带一路对接的企图 更为北京的外交议程搭桥铺路 我们要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同各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 打造更多合作增长点 上海合作组织的前身是1990年代的上海五国对话会 中俄与中亚三国聚焦于边境军事互信与区域反恐 随后扩大到经贸等全方位的合作 2017年印度与巴基斯坦入会后 目前有八个成员国 另有四个观察员国和六个对话伙伴国 而今年峰会批准了伊朗的加入 似乎也预告上河组织的转型 因为发动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 俄罗斯正遭遇西方的制裁与孤立 中国也遭受西方的围堵 而同样遭美国制裁了伊朗陆会 让西方媒体普遍认为 这已经是一个反美反西方的组织 привлекательность ШОС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том что с самого начала ШОС создавалась как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направленная на решение конкретных проблем, которые беспокоили все страны-участницы и в этом отношении ШОС продемонстрировала удивительную жизнеспособность и гибкость мне кажется, что инициативы, которые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 выдвинул на форуме в БАВАО они как раз демонстрируют желание Пекина найти те формы, новые формы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овых принцип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или даже может быть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к истинным принципа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порядка более справедливо 今年4月的博鳥論壇上 习近平发表一项全球安全倡议 被视为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不按照西方游戏规则的另起路照 这获得了普丁的支持 由中俄两大国主导 这项倡议 也写进了今年上和峰会后的 《撒马尔汉宣言》里 我们要支持彼此为维护安全和发展利益 所做努力 防范外国势力 策动颜色革命 共同反对 以任何借口 干涉别国内政 中俄两大国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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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方面理解 我们理解您的问题和关系 普丁尴尬地提及中国 未能在这场俄乌战争中 全力支持俄罗斯的立场 但开战前 中国先买了400多亿美金的填兰器 普丁也就没再为难了 导致针对台湾问题 力挺中国的立场 普丁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 企图再拉近这层同盟关系 但也留给北京在与西方国家的交手中 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只是美国针对台湾问题 对中国是步步紧逼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14号通过台湾政策法 并送交全会审议 这是继1979年台湾关系法后 美国在以国内法行事 规范并全面提升与台湾的关系 台湾政策法提案人之一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兰得知 4月才访问过台湾 这项法案包括提供台湾军援资金 赋予台湾有如南韩与日本一样 主要的非北约盟友地位 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协调 更改台湾驻美代表处名称 美国参议院外委会 原本排在8月审理台湾政策法 却因美国中院议长裴洛西访台 引发中国对台军演 加上法案内容太过敏感 白宫生怕再激怒中国 流水梅兰得知 让台湾政策法审理两度延后 但也在北京以军演的强烈反制后 参议院外委会在本月14号的审理 提出了法案修正版本 如驻美代表处更名 改为没有拘束力的国会意见 删除美国在台协会处长的人事任命 需要大使级别国会同意的条文 新版本已等同于主要非北约盟友 来对待台湾 而非直接赋予台湾这一地位 然而 原法案计划 未来四年提供台湾45亿美元的 军事融资美动 还加码了第五年 要提供20亿 监管法案做了调整 但修正前已引发北京强烈警告 中国驻美大使秦刚 甚至向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说 如果法案通过 中美关系将会瓦解 北京会召回驻美大使 并驱逐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 该案如继续审议推进 甚至通过惩罚 将极大动摇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我们强烈敦促美方 停止打台湾牌 搞以台制华 停止推进审议有关法案 中方将视该案的进展情况 和最终结果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湾政策法 是设中美间最敏感的核心念意 国安顾问苏立文甚至直言 部分条文令人担忧 但以当前华府反华的政治氛围 法案已溅在线上 只剩敏感条文如何再修改的问题 而删除了许多提升美台关系 与台湾国际参与的条文 最后谨慎美国扩大对台军收 未来宋交参众两院表决的版本 比起原来的内容已经是一个择要的法案